就开始了 小伙子们看看谁来了 600多匹 800多牛米 四驱 前255后285 前双叉臂 后多连杆 说到这些东西 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0隔两年啊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了 京港赛车场 今天呢去开一下传说中的电动GTA 我理解高河把我们叫过来 试驾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还会达M4和Taken 这个也可以试驾的 为什么要先试M4 人人要先试竞品 高河已经把自己的品牌定位 就是运动性上 然后再和M4去打 试M4了 一次一次开G825 M4这个体积的重量感 其实比这天还是要轻一些 虽然这一代它的体重很重 但是还是感觉很灵活 所以你试下M4的感觉就是这个车里一般 就是 梦想破灭 网友见面 见光死 也没有就是说它开起来还是很灵动 很好开的 然后 赛道比较湿 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 动力爆发 可能因为它是AT的原因 没有 GTR来的那么值 但是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Taken 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就是它的操控的感觉 其实 不太像传统的电车 包括它的这个电机的发力的感觉 也特别的神奇 就 就是初玩的时候一踩下去 不会有我们之前开3P 或者极客那种 这种感觉 它是很线性的 再就是今天赛道特别滑 然后有些弯芯还有水 然后即使它是PSS轮台 我刚刚走的两圈 也还是走的甩 就很有意思 很好玩 真是个4S 飘后驱的4驱 保持自己的传统音 挺好 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资料的时候 我脑子也在转 它的很多的参数数据 包括轮胎尺寸 悬挂形式 包括大马力 四驱 这些东西 都会把我们带到我们的GTR身上 虽然看上去现在在拍镜胎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动态已经体验了 我们晚一点动态 我们回去在车场超过5米 轴距接近3米2 宽宽超过2米的这么一个造型 然后轮毂也是跟我们的极客一样 来到22寸 配备轮胎是前255后285 在电动车上 其实这算是一个 很宽的轮胎的这么一个配置 这个我是想说一下 官方2万块钱的轮毂罩子 挺有意思 它是个软的 但是装上罩子 这个车的续航会从官方的700公里续航 掉到650公里续航 就是人家的特斯拉 他们装罩子是增加续航的 但这个是减少 就很奇异 车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是没有后挡轰玻璃的 它的后挡轰玻璃在哪 就在这 一个设样 里面是一个流媒体的 真是不太想说太多 这车外观 一个是大家都看过的 再一个是这车真的太好 我们现在先把刚才跑圈的视频 给大家放一下 然后我们回去再说 好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回家了 就为什么我们要在办公室里面说 Hi-Fi Z 而不是当时在现场 是因为那台车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多的感受 我怕我当时现场说可能会有很多遗漏 所以说还是会来用这样一个总结的方式 跟大家讲一下Hi-Fi Z这台车 首先很多人之前在网上看到Hi-Fi Z这个车 它的造型 尤其包括车头的造型 跟我们GTR是长得有那么点神似的 很多人他说它是一个电动 GTR 但是我开起来之后 其实我对这个观点是表一个否定态度的 它可能也就是车头那块 长得稍微有点像GTR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的优点 缺点 没有掐饭 绝对没有掐饭 缺点一定会讲 并且有很多让我 就是非常不喜欢的缺点 对然后再讲一下后期如果这台车大家买回来 后期有什么可以值得升级的地方 因为毕竟本身Hi-Fi Z这个车 高和给它的定义就是一个 GT GT的轿跑车 虽然看上去有点像列装 但是它其实跟我们自己的那台极客的定义是完全 不一样的开始讲先从优点开始 首先第1个是加速 电车 尤其是你卖到了一个60多万的这么一个价位上 它的加速通常不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失望 Hi-Fi Z它的官方加速是一个3.8秒 这个是一个比较符合各个品牌主打电车的这么一个加速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们每个人只能开1到2圈 所以就没有说连续的去测 比如说刷个5圈10圈 它是不是还有这个动力 但是总的来说反正我们开的时候它也不是满电 但是它的加速仍然是很实的 这一定是要放在优点里面的 因为它不慢 它的加速是对得起它的造型的 Hi-Fi Z的空旋 我看了一下资料 它其实也是跟我们极客一样是一个单枪的空旋 但是它同样这个空旋 它调教出来的感觉就和我们自己的极客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开不出来它是一个空旋 就说实话 在赛道上撑得非常非常的稳 无论是过一些低速的回头弯的那种 就是需要带着寻技刹车进去的那种 对支撑性要求非常高的那种低速弯 还是说一些高速弯直接把车往那边抡过去的那种感觉 完全 不会有像我之前 捷克去跑赛道的时候那种 这个车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空旋 是目前我开过的这些 新能源车里面 空旋 应该是最好的 结合空旋的就到了底盘 我记得高壳底盘是一个前双叉比后多连杆的这么一个配置 和GTR也是一样的 先说第1个转向特性 在 偏极限 我只能说偏极限 我没有在赛道上 开的非常极限 好在他后面不要抄的 好的 美观ESP的比较极限的底盘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那种陀螺感 和 GTR完全不同 就为什么我反对说它是电动GTR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GTR它的过弯尤其是低速弯 中低速弯的那种入弯出弯的感觉 会感觉它更像是一台FR的车 它的四驱系统是那种 会更愿意把动力分配到后轮 然后甩着出弯的那种感觉 但高和 是那种中置车 陀螺过弯心的感觉 哇这个底盘就很神奇 非常的厉害 就是太惊喜了 这个在无论是回头弯 还是在高速弯里面 真的是 贴地飞行 你要不提前告诉你 很难想像这是一个空气悬挂调出来的 画一个陀螺 旁边有个人在抽它 对 陀螺感 然后下一个就是它的底盘极限 这台车很宽 非常宽 然后轮胎呢 和GTA原厂轮胎一样 前255 后285 我用开GTA 在融合那个赛道跑的那种肌肉记忆的油门深度去踩 以及身体对车辆感知的那种程度去稳住油门出弯的时候 它的极限完全没有像GTA那种 屁股就要往外走了 就感觉你需要修方向了 你需要收一收油了 没有那种感觉 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继续踩 你继续踩 我就在弯心洗着 我就不动 这车的底盘极限赛道上真的高 陀螺特性 再加上高底盘极限 而且这一切 除了双叉地多蓝杆之外 还是它的空旋给予它 就真的强 所以就是说 我另外一个优点 后面这个优点写的是赛博朋克 就是它那个赛博朋克的外观 我刚在网上看到 灯 紫色 各种乱七八糟 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相信也是屏幕前 每一个人看到这台车的第一印象 但是在赛道上开完之后 加速这个都不重要了 就是这两个东西 给我的感觉 就是它那些赛博朋克的那些东西 无所谓的 真无所谓的 这台车底盘太强了 然后开喷了 开喷了 讲缺点 刹车极差 极差 异常之差 我说的这种刹车的极差是什么 就是它的脚感 特别特别软 就是金港的大支线 到刹车点了 我往下 怎么回事 这刹车有点没信心 好软 特别没有信心 这肯定也是官方标定的问题 官方标定觉得 我要给你把刹车做得很软 不要晃着后排的乘客 不要晃着副驾的你的女朋友 可能官方帮你想这么些 就把刹车做得特别特别软 而且我说的这个软还不是它的舒适模式 是它的运动模式下 我相信它踩到底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踩到底一定 也可以在很短的距离内停下来 但真的信心特别差 对这个是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是空间 高和这台车 它的轴距3米15 但是 这么长的轴距下 它内部的空间真的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尤其是坐在后排的时候 就有点坐小板凳那种感觉 可能跟它官方定位也有关 它定的是一个GT 还是偏运动 后排相对妥协一些 缺点主要是这两个 在赛道上开下来的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 后期升级的思路 万一有一天 我发财了 我买了个这么车 我后期会怎么弄 大家也听一乐 首先刹车脚感 一定会尽可能的去改善 就是我们的老四样改善刹车脚感 摩擦力更高的盘 更厉害的刹车皮 然后刹车钢喉 减少原厂胶管的膨胀 可以给刹车脚感来得更早一些 然后再就是更好的轮胎 可以让你的刹车的效率更高 把它刹车的毛病 脚软的毛病给改一下 然后再一个我比较期待的 就是它流媒体的后视镜 因为现在法规是没有放开的 它还是需要有两个实体的后视镜 但是它其实内饰里面已经有那个屏幕的位置了 然后包括 它现在那个实体后视镜下面的摄像头也都预留了 就是在未来 可能法规允许了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真的会用上 用屏幕显示的后视镜 然后我也特别期待 如果官方高和的人 给点面子 能不能发一台 让我们把ESP关了 去赛道上 正儿八经活一下 最后问个问题 假如你们有这个预算 你们真的会买这台车吗 或者把你们有这个预算 会买的车 可以在公屏上 评论区里打一打 好的 那么这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们一个意见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栏目油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